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大家好我是节目代班主持人 哈佛商爱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行销总监Event 这个星期哈帕的主题是与生成式AI当同事 那有很多哈帕的精英都会好奇说 哈帕到现在啊到底是怎么样设计每周一主题的呢 毕竟我们从节目创立到现在都没有停更过 如果啊您愿意把我们所有的集数标题都看过一遍 你会发现其实分成四种类型 第一个一定是最新趋势就是我们杂志的主题 第二个就是时下最热门的议题 第三个呢就是普遍的管理议题 第四个是重要的管理议题 听起来是很像废话 但是我是认真的 以这一周的主题来举例哦 谈到生成式AI 大部分的人应该很容易就联想到ChatGPT 微软在2022年底发布ChatGPT的时候 的确掀起了一股巨大的AI浪潮 所以我们也冲着这个关键字 设计了第一个生成式AI的主题 当时啊内容是围绕在个人比较多 例如说如何下POM啊提示词啊 如何提高创造力啊 如何运用AI提升顾客体验等等 有兴趣的话 您也可以回到哈帕的第106周的第一集到第五集来听听看哦 那两年过去了 我们发现生成式AI已经开始影响很多组织的工作方式 它从一个热门的议题要升成为重要的管理议题 所以这一次HBR even会着重在管理和趋势 也许这不是最紧急的 但是这一定会跟每一个工作者的未来有关系 清华大学攜手哈佛商业评论 强强联手打造最佳学习平台 厚得在务学堂重磅登场 专为企业决策者核心人才设计 邀请半导体学院林本监院长 台湾微软变质祥总经理 中华电信郭水毅董事长等顶级师资阵容 引领人才精进企业经营六大面向 拓展宏观视野 追求卓越 仅需书审 免写论文 4月20前向早鸟优惠 详情请见说明栏 马上加入清大厚德在务学堂 开启顶尖领导之路 首先我们先来讨论 为什么要跟升成是AI当同事 当然 AI本身就是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 可是如果要回归到数位时代的工作本质 就是已经不是你接不接受的问题 而是你会需要AI的事实 这个事实是有根据的哦 微暖每年都会发布工作趋势指数的调查 在2023年的调查范围高达31个国家 累计访谈3万1000人当中 在搭配Microsoft 365中好几万兆个生产力讯号分析 发现几乎每一个工作者都会背负着数位债务 数位债务的意思就是 每一天email会议通知工作群组沟通等等之类的资讯 我们收到的速度已经超过我们可以处理的能力 简单来说啊 工作的步调已经快到工作者本人 人类的我们几乎是快要跟不上的 而且步调只会越来越快 有64%的工作者表示 每一件事情都让人感觉到很重要 可是没有足够的时间跟精力来完成 有60%的领导者已经感受到负面的影响 认为团队缺乏创新或是突破性的想法 事实上啊 Microsoft 365的数据显示 现在的工作者每天至少要投入60%的时间进行各种沟通 其他40%的时间大部分用在执行 代表几乎没有时间思考创新 数位债务啊 不仅让个人的工作量莫名其妙的增加 也拖垮整个组织的创新能量 而AI技术目前的发展 有机会协助个人和组织减轻这个负担 这份工作趋势指数的报告中 特别研究了企业领导阶层对于AI的期待 不仅仅是精简人力哦 而是提高生产力 最好的AI其实能够帮助员工完成必要但重复的任务 让员工有时间投入在更高价值的活动 同时建立工作的意义和幸福感 谈到这边 顺便帮大家破除一个迷思 很多人开始担心自己会被AI取代 但是啊 裁员其实是领导人最后才考虑的目标 他们更希望的是员工能够借由AI强化个人能力 接下来让我们花一点时间认识 生成是AI这个同事咯 你要跟同事一起工作 不可能只知道对方的名字吧 还要了解他的能力跟特质 所以这就是HBR跟Event 今天会为各位哈帕听众们稍微科普一下 生成是AI的前世精深 为什么生成是AI会一夕之间爆红 而不是昙花一现 更是持续性的影响 甚至成为你的同事呢 其实人工智慧这个名词在1956年就被提出 当时的定义是像人类一样可以思考的机器 发展到现在超过70年 过程中出现好几次类似像ChatGPT的全球热潮 比如说1997年 由IBM开发的超级电脑叫做深蓝 打败了世界西洋奇奇王 各位还记得那经典的直播吗 不过因为当时的技术啊 都还无法解决现实问题 所以一般人看待AI比较像是看一个热点新闻 新闻过了 自然而然就不会特别去关心它的发展 但是AI的专家们仍然持续的研究 一直到2017年 Google提出了一种深度学习的模型 叫做Transformer 跟电影变形金刚同名 阿公据我的工程师朋友的说法是 Transformer基本上大趴所有其他的模型 怎么说呢 早期的AI系统啊 只能分析简单的指令 回答的模式也是固定的 但是Transformer是一种神经网络模型 它可以追踪资料与资料之间的关系 举个例子 如果你输入一个问题是 橘子是什么颜色 早期的AI系统会根据资料库的答案来回来说 橘子是橘色 但是Transformer会去判断 颜色橘子和橘色 这三个词汇的相关性 然后再生成一个答案 橘子是橘色的 现在的ChatGPT 就是建立在Transformer的架构上 所以它可以去分析上下文之间的脉络或意义 那问题又来了 明明技术突破的时间点是在2017年 为什么等到2022年底 生成式AI才算是真正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跟兴趣呢 最大的关键是在于GPU硬体的突破 换句话说就是计算能力的加强和加速 讲到这边就一定要提到身家破一兆的那个男人 就是NVIDIA的执行长黄仁勋 NVIDIA就是GPU产业的龙头 而黄仁勋已经公开的表示 CPU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就是GPU的天下 讲到这边 有些人心底可能开始闷闷了 什么CPU 什么GPU 两个有差吗 简单来说啊 CPU和GPU都是让电脑运作的硬体 它们都有核心和记忆体 可是GPU可以用更快速的速度来处理更复杂的问题 举例来说 黄仁勋在2023年的电脑展公开演讲 现场啊 示范AI在三秒钟内创作一首歌 还有电脑绘图 同样一张图 CPU可能要几个小时才能画出来 但是GPU只需要几秒就可以生成 有这个Transformer作为架构 再加上GPU的发展 这两者的结合 让AI的训练数据量大大增加 更学习和模拟复杂的语言模式和知识结构 那了解为什么需要 也认识了解生成师AI这位同事之后啊 再来就要开始为他的入职做好准备啦 很多企业期待啊 AI改变既有的工作模式 为组织带来竞争优势 但是如果缺乏适当的企业文化 其实再多的理想都是空谈 这个逻辑很好懂吧 会像我们公司曾经录取的新人 有一些能力很好 但是留不住他 这就可能是无法适应公司或部门的文化 如果我们把生成师AI 类比成心境同仁 他也会需要这个工作环境的支持和包容 才有机会一展长才 所以呢 HBR最近有一篇新的数位版文章 在2023年11月刊登 标题叫做 让公司文化准备好迎接AI的三个步骤 他的核心观点是啊 企业文化必须与AI的能力互相结合 才能达成更美好的工作未来 这一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微软的高阶主管 他叫贾雷德斯帕塔洛 他负责的部门叫做是 现代工作和商业应用程式 这个部门主要的任务呢 是协助每一个人 每一个组织适应新的工作世界 听起来有点抽象 我举个例子 有很多企业已经运用Microsoft 365跟Teams 甚至近期活乐的Copilot 这些工具都已经结合AI的功能 所以贾雷德的任务 就是帮助这些使用者 利用AI解决独特的业务问题 可能是降低成本 也可能是探索全新的价值 所以贾雷德这个人蛮有趣的 我去看他的Linting介绍 其实他在微软工作的时间 已经超过15年了 但是他的自我介绍竟然写着 我每天醒来 仍然对我们的使命感到兴奋 光是看到文字 就可以直接感受到 这个人对于工作的热情跟期待 这也是一种企业文化的呈现方式 我们回到文本的内容 贾雷德提出三个步骤 建立一个可以接受AI的工作环境 和企业文化 第一个是选择好奇而非恐惧 第二个是接受失败 第三个是成为无所不学的人 扎听之下好像都很容易理解 不过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这三件事基本上都很违反人性 你看第一个步骤 选择好奇而非恐惧 其实人会对于改变感到恐惧 这是一种自然反应 从演化心理学的角度 恐惧是来自于未知 因为不确定AI是什么 AI对工作有哪一些影响 所以产生抗拒跟担忧 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哦 我们去练习 把意识焦点放在未知 那我们就可以先选择用好奇的态度 去了解AI的运作方式 包含AI的功能和缺点 微软的工作趋势指数报告之中 也有一个数据 就是49%的员工 很担心AI会取代他们的工作 也有70%的员工 非常愿意委托AI来减轻工作量 这个数据很有趣哦 49和70加起来超过100 代表着中间的人是有交集的哦 有人是一边担心被取代 可是一边又期待被AI协助的哦 今天的节目已经到了尾声 其他两个步骤的细节啊 用兴趣的哈帕精英 可以直接到原文 或直接到说明栏点取连结 来看文本哦 特别注意的是 Even所使用的词汇是步骤 代表这三个方法是有顺序的 你要先对AI有好奇心 开始使用AI 并且在过程中 接受各种尝试和失败 接下来成为运用AI的 无所不学新时代工作者吧 最后HBREven这边 借贾雷德的观点 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他认为要在新的工作世界 取得成功 靠的不是水晶球 而是灵活弹性的营运模式 当沟通和协作方式都在改变 领导人也该放下传统的管理教条 一起成为未来时代的学生 我们的同事生成是AI 可以创作音乐 图像 甚至编写软体 但是他有的时候会捏造 出内容 或者是忽略著作权的边界 这位同事的重要性是否被夸大 潜在的报酬是否值得企业投入 明天Even将邀请各位带着好奇心 来面对更多生成是AI的未知领域 最后感谢你的聆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你现在就订阅这个Podcast 并且到说明栏点击 加入我们 请听哈佛管理学Podcast听众 接收第一首消息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会 现在就注册HBR数位版会员 每月三篇文章免费阅读 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阅读更多管理大师的精彩观点 现在就开始